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家持子剑老师的我的世界下雪了 在书房写作累了 只需抬眼一望 山巒就映入眼帘了 都说青山悦目 其实沉寂了冬雪的白山也是悦目的 白山看上去有如一枝枝来自天庭的白象 当然 从窗口还可以尽情地观察飞来飞去的云 云不仅形态变化快 它的色彩也是多变的 刚才看着还是鲜灰色的一团浓云 它飘着飘着就分裂成了几片船型的云了 而且色彩也变得银白 如果天空是一张白纸的话 云彩就是泼向这里的墨了 这墨有时浓重 有时浅淡 可见云彩在作画的时候 是富有探索精神的 无论冬夏 如果月色撩人 我会关掉卧室的灯 将窗帘拉开 躺在床上赏月 月光透过窗帘 漫进屋子 将床照得泛出暖融融的白光 沐浴着月光的我 就有在云中漫步的漫妙的感觉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里 我就是躺在床上赏月的 那天浓云密布 白天的时候 先是落了一些冷冷的雨 午后开始 初冬的第一场小雪 悄然降临了 看着雪花如蝴蝶一样 在空中飞舞 我以为晚上的月亮 一定是不得见了 然而到了七时许 月亮忽然在东方的云层中 露出几道亮光 似乎在为他五月的隆重出场 做着招式 八点多 云层薄了 在云中滚来滚去的月亮 会在刹那间 露出一点真容 九点多 由西南而飞向东北方向的庞大云层 就像百万大军一样 越过银河 绝大部分消失了踪影 月亮完美地现身了 也许 是经过了白天 与鱼血的洗礼 他明镜清澈极了 我躺在床上 看着他 沐浴着他那丝绸一样的光芒 感觉好时光在心情敲肘的额头 不过 那是一片极薄的云 他们似乎是专为月亮准备的彩衣 因为他们拥促着月亮的时候 月亮 用他的芳心 将白云照得泛出彩色的光韵 彩云一团连着一团的出现 此时的月亮 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蜜城 让人觉得他荡漾出的清灰 是洋溢着浓郁的甜香气的 五月十分 云彩全然不见了 走到中天的明月 就像是掉落了一池的湖水中 那天空 竟比白日的晴空看上去 还要避蓝 这样一轮经过了风雨 和霜雪的中秋月 实在是难得一遇 看过了这样一轮月亮 那个夜晚的梦中 都是光明的 就像文中所说的 风雨和霜雪之后 就能看到光明 我相信 沿河的冬雪之后 自入旺悟的春天也会降临 那么 为何我们不享受这 山冷水寒的冬天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林默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放